大家好,欢迎收看金牌娱乐 向左和郭比婷之间的恋情 两个人一直都是有着非常坦荡的态度 而求婚成功后 自然也是获得了不少人的祝福 照片中 郭比婷也是难得的精心打扮了一次 她穿着大红色的裙子 更是显得皮肤白皙 气质出众 在照片中 向左看郭比婷的眼神也是很丑溺了 仿佛眼睛就长在郭比婷的身上 而郭比婷手上的皮肤 超大钻戒也很夺目了 看来这一次也是求婚成功 不少网友都认为 在这一场感情中 向左的妈妈看成是神助攻了 向太多次在节目中表示 郭比婷是她心目中儿媳妇的最佳人选 每次都主动提到郭比婷 并且对她赞不绝口 向太在娱乐圈的手段 一向都是雷厉风行 但是对郭比婷却是宠爱有加 仿佛和自己的亲女儿一样 其实大家都知道 向左和郭比婷能有这么快的进展 向太在其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只不过在郭比婷之前 向左曾经也有一个女友 那就是王秋子 估计很多人对于王秋子 是根本不太熟悉的 只不过在三年前 向左和王秋子之间可是大的火热 向左也是在自己的微博上 发布了两人亲密的合影 证实了这一切 而却据相关报道称 向左对王秋子出手是相当大方的 各种奢侈品也是送到手软 结果最后因为所谓的怀孕事情 和向左欠钱没还 遭到了向太的坚决反对 甚至向太还发微博 与王秋子展开隔空大战 棒打鸳鸯 最后王秋子和向左也是分道扬镳 在两天的媒体大幅度报道之后 王秋子肯定也是知道 自己前男友的消息 但是截至今天为止 他也没有在微博上送出祝福 看了两人的关系已经彻底闹僵 也就是说 想和向左家谈恋爱 婆婆这关是一定要过的 向左和郭比婷之间的感情 其实也一直都非常稳定 但最后还是向太点头 才签了一元一线签 能得到婆婆如此的疼爱 郭比婷真是个有福气的人